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死祸生命中的场景机关 首先是这张海盗传递符 在没有放置炸药的一侧,撞击传言可以触发机关 触发后,对方处于致命昏厥状态,可以继续连击 撞击另一侧的炸药,可以触发机关 触发机关后,会切换场景 撞击内侧的墙壁,可进入藏宝 藏宝室满地都是金银台宝 藏宝室最深处的宝藏台,撞击可触发机关 传来了宝藏主人的吟笑声,接下来是这张侏罗纪公园 有三处巨大的龙弹,撞击可触发机关 激流尽头的横幕,撞击可触发机关 触发机关后,会切换场景 公园中的吉普车,撞击可触发机关 吉普车反方向的龙弹,撞击可触发机关 撞击可触发机关 触发机关后,可回到原来的场景 只有这张狗,可实现无限次次由往返 接下来是这张难忘之地 战壕的坦克,撞击可触发机关 红色的油筒,撞击可触发机关 红色的油筒,撞击可触发机关 走廊尽头,可将对手打至楼下 走廊尽头,可将对手打至楼下 红色模型车,撞击可触发机关 接下来是这张废弃车场 红色的油罐车处可触发机关 追尾黑色高级车,可触发机关 追尾黑色高级轿车,可触发机关 追尾黑色高级轿车,只能追尾两次 追尾黑色高级轿车,只能追尾两次 车处可触发机关 可打开新的小地区 接下来是这张中国城 屋顶边缘可将对手打至楼下 画满边炮的柜台,撞击可触发机关 最后是这张古阵 木质栅栏断裂处,撞击可触发机关 触发机关后,会切换场景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